校門終於開了嘉義縣秀嶺國小的家長們 一早送孩子上學 這一休休了十天 家長累積一肚子怨氣 嘉義縣秀嶺國小校長 因為參加喜宴十九號確診 意料發現他在十三號喝喜酒 還到學校上班 按全校失聲接觸 全校預防性停課十天 這一挺也打亂了家長的生活作息 不是要對他特別的嚴厲 因為他不是殺人份放飯 本來就是要小心 像我小孩就是爸爸再去上班 十天了 挺課十天全采線上教學 二十八號再做一次快篩 確保才開學 校方擔心的還有追不上的教學進度 校長還在醫院 復課之後從今天開始 我們會利用早自修 還有課餘時間 來做實體的補課 國小跟幼稚園學生都沒打疫苗 老師要求學生進門就先洗手 加強注意清潔 還是讓家長會擔心 一個細節不注意 停課麻煩就跟著來 記者 火鍋林智慧 嘉義報導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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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